我骂鱼 我可能这么小 你别玩了 妈妈 我可能这么小 十几 什么那么十几 你们家兄弟们 10月28 他是我的好哥哥 我可以保护哥哥 毕竟他又吵着不去上学了 因为南北方饮食差距大 他很抗拒在学校吃饭 于是我跟爸爸尽量安息他 最后给他拿了两袋果泥 终于给红走了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 放学回来果泥还在书包里 不要留给哥一起吃 每个一个香蕉 给我一个草莓 这个 我给你 谢谢妹妹 可以吃 你给小朋友呢 嗯? 我不给小朋友 哈哈哈哈 没有这个甜蜜要这么多了吗 这是小皮果你 这一袋还有多种水果 选真甜甜营养又健康 哥哥 我们来见哥哥了 啊 爸爸给他买了一块蛋糕 你拿个哥羊群去 他会怎么做 嘴上的说着 还是把第一口给哥哥 这个时候妈妈也来主意了 我也想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爸爸还没吃 这时候爸爸也想要 哎 我还没吃着呢 哈哈哈哈 你小儿子 哥哥还没有吃饱 哥哥再吃一口 嗯 这孩子恐怕是傻吧 嗯 我还没吃着 说几遍了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自己不也没吃到吗 哈哈哈哈 谁给你买蛋糕啊 哎妈 你给这么多 哈哈哈哈 欢迎玉川 这回该轮到我了吧 小朋友的快乐 很简单 很平凡 只要自己喜欢 就好了 很好玩 还有 他需要的陪伴 真的很简单 我们陪他一起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喝都没吃着 我又给你买呢 哈哈哈哈 谁给你买的 关关你忘记了 是不是 你给我吃一口吧 我也没吃着 啊 这夜睡不着 你有点难忘 用你的想念 我细细收藏 日暮晨曦 我都陪你去眺望 我也吃个进口子吧 给我吃一口子啊 哎 啊 嘿嘿嘿 你是不是逗我啊 你妈妈 你妈妈 谁都不好使 就只有我好使 你呢 给猪子好不好 会有人 把你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会有人 发现你身上 所有的好总会有人 拥抱你微笑 背后的伤 让你觉得世界不算脏 啊 你怎么看得来 你怎么看得来 你怎么看得来